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神经元就像是超级章鱼 中间有身体 周围有许多处须 再放大一些看 会发现每根处须都像是树干 从细胞中央或者细胞核向四周发散 脑细胞的枝干叫做树突 有根特别大且长的分支叫做轴突 大脑的信息就由它传递 脑细胞每秒钟从连接的点上 接收到成百上千个传进来的脉冲 它的作用就像是一台巨大的承控电话交换机 以微秒为单位 快速计算所有进来的数据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 人们就知道大脑按照其主要智能功能 可分为左脑和右脑 通常我们认为左脑是理性的 负责逻辑 语言 数学 文字 推理和分析等智力活动 而右脑是感性的 负责图画 音乐 韵律 情感 想象和创意等 但这种区分限制了我们的潜力 因为大脑本来就是两个半脑同时使用的 正如麦克尔布诺克在他的论文中所说 如果我们把自己说成是左脑人或右脑人 那是在限制自己开发新策略的能力 人脑并非像电脑一样进行线性或序列思维 它的思维是多面的发散性的 人脑具有以下五大功能 同时这五大功能都是彼此强化的 一 接收 接收任何感官器官所感觉到的任何东西 二 保持 储存信息及记忆的功能 和调取被存储信息及回忆的功能 三 分析 模式辨认和信息处理 四 输出 任何形式的联系或创造性行为 五 控制 控制所有精神和身体功能 杰出天才通常会不自觉地在记笔记的过程中 表现出他们独特的发散性思维 尼奥纳多·达芬奇所记的笔记说明了这一点 达芬奇的笔记使用了词汇 符号 顺序 列表 线性 分析 联想 视觉节奏 数字 图像 维度和整体观念 这是一个完整表达自我思想的例子 思维的技巧也是可以后天习得的 当你学会如何制作思维导图 你就可以了解如何释放思维 记忆和创造力 制作思维导图需要全脑协同思维 这与大脑思维过程中 神经元在大脑中爆炸性地寻求新的连接相一致 思维导图的主干会延伸出去 形成次一级的支干 鼓励为新加上去的支干发展出更多的内容 就像你的大脑工作一样 同时因为思维导图中的所有内容都是互相联系的 所以它能帮助大脑通过联想更好地进行理解和记忆 绘制思维导图首先从准备工作开始 你需要准备一张A4大小的空白纸张 一般的打印纸即可 A4大小的速写本也是不错的选择 纸张的大小要适宜 既要便于携带又要足够大 能容纳下你的思维导图 一般选用A4的纸张是比较合适的 请不要用传统那种充满直线的笔记纸 因为上面的线条会产生视觉干扰 纸张的颜色不一定要是白色 只要空白即可 如果你喜欢用色纸也是可以的 你还需要一套六色彩色水性笔和一只稍粗一点的黑色水性笔 彩色笔用于绘制线条和图形 黑色笔用于书写文字 人脑是好色的 颜色能够帮助我们增强记忆的深度 因此选择的色彩尽量鲜艳美丽 因而彩迁的效果不如彩色笔 再者 越强烈显眼的字 大脑记忆越深刻 因此写字的黑色笔需要选用稍粗一些的 写出来的字会大一些帮助我们提升记忆效果 另外 荧光笔以及类似于荧光效果的明黄色的色彩过于亮眼 视觉识别度较差 只建议用来画图 不建议用来绘制线条或写字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 你需要怀着一颗安静的心 请尝试给自己建立一种仪式感 每当你铺好白纸 摆好彩笔 放起音乐 就能快速进入思考状态 这能让绘制过程变得更加愉悦 从而能够极大的提高思考的效率 下面请选择一张纸 跟我一起动手画画看吧 画图时 请将纸张横放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长在左右两边 所以视野大小是左右较宽 上下较窄 就像电视和电影 16比9的宽屏幕比原来4比3的更接近人的视野宽度 另外 横放纸张还可以在绘制视为导图的时候 比较方便做延伸 首先我们来做第一步 绘制中心主题 因为我们通常会用一幅图来代表主题 因此也叫中心图 当你往眼前这张纸看过去的时候 自己会不自觉地把视觉焦点摆在中间 这跟眼睛会自然习惯从对象中央开始看一件东西一样 而思维导图最重要的是主题 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主题摆在中间才足以表达整体的内容 你可以想象 将这张A4空白纸用锦字格分为9等份 中心图的位置就在中心格里 所占的空间大小也刚好是一个格子的大小 第二步是绘制主干 为了培养自己的全局观和系统思考习惯 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开始绘制之前 先思考一下主干的个数及名称 再沿着顺时针一个一个地画 主干的线条一定要由粗到细 这样更能表现出与主题紧扣的关联性 同时要把线条的颜色涂满 或者勾画一些花纹 相邻的主干选用色差较大的颜色 增加色彩的强烈度 会让大脑更加有印象 从右上方的那一支开始 主干采用顺时针方向是默认的顺序 因此我们绘制和读图都是这样 关于文字 你可以选择先画好线条再写文字 或者先写好文字再画线条 文字一定要写在线上 线条需要比文字稍长一点 但也不必过长 文字的方向沿水平方向 从左往右书写 字体比平时书写稍大 尽量正开 不要太潦草 第三步 是绘制主干下的分支 每个主干下的分支线条颜色 与主干线条颜色要保持一致 分支线条不需要由粗到细 直接用细线条勾勒即可 如果主干的线条用了花纹美化的方式 分支也只需要用同色的线条就好 我们不需要把太多的精力和时间 花在线条的绘制上 分支上的文字规则与主干一致 画分支的顺序也与主干相同 先把右上方主干的分支画完 然后延顺时针方向逐个完成其他主干分支 第四步 对于需要重点记忆或强调的文字 可以在后方加入一些插图 插图可以用线条不同的颜色 可以是象形或相关的图形 只要能让你加深记忆的小图形 都是可以的 大脑喜欢多彩的颜色和视觉化的效果 因此加入插图的目的 不是为了美化 而是为了讨好大脑提高效率 当然你也可以准备一些小贴纸 把相关的贴画粘贴上去 这样我们第一幅思维导图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我在说明一些绘制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事项 中心图的颜色要多于三种 要形象表征中心主题 线条 不同主干要用不同颜色区分 同一个主干上的分支 与该主干颜色保持一致 既用明黄色 形状由粗到细 可适当用艺术形状或修饰花纹 尽量弯曲柔和 避免直上直下 通常我们会把直上的线条叫做冲天炮 把直下的线条叫做吊死轨 这些都是应该避免的 根据短时记忆的规律 每层发散的线条数量不要超过七个 否则整幅图会显得很凌乱 顺序 先顺时针画出所有主干 再按主干顺序细化每个分支 文字也就是关键词 文字的颜色可与主干相同 也可统一用黑色 字体用正楷水平书写 从左到右 尽量大而且清晰 最后一步就是作者信息 整幅图绘制完成以后 要数上你的姓名和绘制的日期 并且拍照进行分享 好了同学们 思维导图的基本技法就介绍到这儿 掌握了这些基本技法 你就可以开始思维导图的绘制了 很容易上手吧 从下次课开始 我们会逐步把思维导图 应用在学习生活的各个场景中 循序渐进地 让大家领悟思维导图的精髓 同学们 我们下次再见